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课文 昨天上到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 第1个fortunately the day went well 这个fortunately呢指的是一个副词 所以呢它副词放在句手的时候 可以修饰整个句子 这是第1个你要知道的部分 就是副词的功能其实蛮多的 你可以修饰动词 修饰形容词 修饰副词 也可以修饰整个句子 所以它放在句手 它修饰的就会是整个句子 那什么叫做句子 主词加动词 这样就叫做句子了 所以the day went well 很幸运的那一天 每一件事情呢都很顺利 那这个well呢 因为它是一个副词 修饰的就会一样 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副词哦 一个是修饰句子的副词 一个是修饰动词的副词 那什么叫做went well 来备注一下 等于go smoothly 这是很顺利 非常顺利 and miraculously 然后第2个的第3个的副词 很幸运的这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no one says anything about my people 根本没有很神奇的 竟然没有人去提到 关于我这个豆豆的事情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可是接下来这一年 那这个for呢 备注一下这个介细词 所以后面呢 大概接整段的时间 那大概都会接持续 强调持续的说久 所以呢 接下来这一整年 I was sure that 好 第2个这个lat呢 帮我写个名词主句 我很确定的那一件事情 就是 everyone 这是主词 然后记住哦 虽然everyone 听起来好像很多人 记住他永远都是单数 was taking was talking about my funny zit 那为什么用的是was talking 因为当时正在发生 怎么叫是当时正在发生 因为当下 所以混这个字呢 如果一个是持续比较久的 我们加ing 瞬间的我们加ed 这个的话 就是要请你备注一下 譬如说昨天我到家的时候 妈妈在家煮晚餐 到家只有一下下 煮晚餐比较久 那煮晚餐就加ing 所以就被was cooking 那如果你到家 就用got 类似的一样 I was not around 是我不在附近的时候的那个当下 他们当时就会正在做什么 所以呢 about my funny zit everyday 那什么叫做funny 下一页会看到 好来funny跟fun一样 第一个funny你可以写个人 你可以写个物 is funny 可是这个funny呢 指的是好笑的 好笑的哦 第二个 这个fun呢 当形容词的时候 大概也只有东西当主 那因为它是形容词嘛 所以前面一定是意思 那东西is fun的时候是好玩 好玩 可是如果今天fun当名词的时候 大概就会是人have fun 只是have fun呢 你要备注的地方就是它比较特别 它一定加安居 记住它没得讲 一定加安居 那什么叫have fun 其实就是have a good time 就是玩得很开心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 你备注一个地方 fun这个字可以是人当主词 可是人当主词的时候呢 可以只能用is funny 东西的话用is fun 人is fun 是没有人这样用的 只能东西is fun 人是have fun 好第二个那刚刚讲的around 我就挑过了 再来on the first day of 11th grade 好这个11th grade 这个11thth背注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用叙述的时候呢 大概我们就会接这一个东西 就是加叙述加名词 可是相对的 其实我可以颠倒 我可以变成grade 11th 也ok哦 那什么叫grade 11th 一样11年级 所以你们10年级高1 11年级高2 所以到了高2的时候呢 的第一天 I guess that 我发现呢 我猜那一件事情 No one remember my old age anymore 好像没有人记得 我那个一年级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一个 那个很大颗的那个痘痘 没有人记得了 and said to my best friend 然后呢 我就去跟我的朋友说 I'm glad let 好把这个m小心 因为引号里面 大概用的会是现在 是因为那个当下 可是外面呢 用set的时候 记住 如果今天我没有引号 那就 said to my friend let 记住 就会变成I was 差别在哪 一个是直接引数 一个是间接引数 所以有引号的时候里面 大概我们用的都是现在是 可以 也可以用过去是 也可以用未来是 那没有的话呢 你就实态要引致了 所以我当时呢 就对我的朋友说 I'm glad let 第二个let 再挂号 一样 这是名词几句的let 好 I'm off 我离开了 我远离了 远离了那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就是高一 然后呢 我接下来呢 去了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当然就是高二啦 因为高二嘛 一年级完啦 所以我换高二了 to a much better start this year 这个this year呢 其实就是 十一年级 这一年 也就是他们的高二 高二这一年 那什么叫 a much better start 那当然 better是good的比较急 所以呢 你要备注的地方就是 much 它大概 除了它接比较急之外 可能even 可能far 可能a lot 等一下下一页会有 所以提醒你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些字 它的后面没得讲 一定接比较急 所以我远离了高一 那个比较糟的那一年 接下来呢 我to a much better 好多了的这一年 but I don't understand she reply 那我的好朋友 竟然回答了我一件事情 我听不懂你 所以呢 你如果这样子写的时候 你可以 she replied let she didn't understand 仔细看我写的部分 两个差别在哪 如果有引号 当然我就用I 为什么 因为引号里面 大概就是第一人称 我说的话 而且里面是当下说的话 所以用的是don't 可是如果是she replied let 那就变成she didn't understand 所以再提醒你一次 一个叫直接引述 一个叫间接引述 我听不懂你讲什么 好了 I pointed at my note 我就跟他 我就有啊 你明明应该记得一件事啊 那什么叫pointed at 就是指着 我指着我的鼻子 然后就大叫 大喊了一件事 didn't you all talk about 好把这个 就是所有的人 三个以上 难道你们不是所有的人 都在talk about my huge zit on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last year 去年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难道你们不是所有的人 都在讨论 我那个鼻子上 那个超级无敌大的 那个痘痘 就是那个外星人的杰作吗 she said no 没有啊 根本没有人这样讲 我没有啦 但是 you must remember 好 那这个must呢 是现在是 所以请你下面写个 过去式的 互动词 叫have to 那你一定记得 must是一个很明确的推论 就是一定 必定 你一定记得那一件事情 就是 my disgusting orange shirt 那这个disgusting 还是要被注意的地方 ing修饰的大概是东西 就是令人作偶的恶心的 你一定记得 我那一天穿的那件 很恶心的 让人家觉得很受不了的 那件橘色的衬衫吧 好 那这个呢 刚刚有提到的地方 记得哈 英文里面的叙述可以拿来表年级 那叙述呢 除了123之外 剩下的都是ph 所以4啊 5啊 6啊 可是要小心就是21223 21是21st 22是22nd 23是23rd的 那剩下的大概就是数字加ph 就变成叙述了 那如果我不想要用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用brader 可以 因为加了er就是这个人 所以譬如说你们现在是高一 那大概就是十年级 所以十年级的学生叫做10th grader 加个er 所以这是十年级的学生 好 第二个 那刚刚说的嘛 be of who 就是先远离 再来接着去了一个地方 所以of to呢 这两个你会发现很奇怪 有两个介细词 因为一个是先远离 第二个再去一个地方 那刚刚也有像你们写到的就是 far啦 even啦 当然啦 a lot啦 a little啦 这些都可以接比较急 然后再来他指着 那pointed其实就是指着 所以你可以写一个字叫做pointer pointer是你手上的哪一根 食指 因为大概我们要指着一个东西 大概就是用食指来指 所以这个字呢 就是你们大拇指里面的食指 可以哦 所以呢 你可以写一个东西 我画一双手给你看 假设这样 这一个叫做thumb 就是大拇指 这个 就是食指 第三个呢 这个叫做toe man 为什么 因为你所有手伸出来里面 最高的那一个 这个呢 叫做ring man 因为大概我们的五名指 就会带这一个 所以这个叫ring man ok啦 然后最后一个当然这不是little man 有人呢会跟他讲little finger 或者是小妞妞 他们都叫他小妞妞 就是baby little finger 可以little finger也ok 所以这一只手 大概每一根手指头都有他的名字 所以写给你看 好再来must 刚刚也有说到了 他是肯定的推测 可是要备注一个东西 如果今天我用mustent 他就再也不是推测咯 mustent的时候是强调 绝对禁止 很强烈的一个助动词 强烈的禁止 绝对不行 所以请你们备注一下 就是他是一个mustent 是一个很强烈的禁止 就跟那个不是 就不能翻成一定不是了 不是 他翻成禁止 好再来 i post and land set 好吧 这个and land 这个land括号 提醒你们一个东西就好 记住 逗号后面 只能有and 因为他是连接词 可是你们很多人都会逗号 land 绝对不行 因为land这个字并不是连接词 所以他不能拿来连接句子的部分 你最多就是and land 就是不可以单独只有land 尤其是在动画后面 所以我先停了一下 然后就说啦 i didn't 在land i realized 好 realized呢 你可以写understand 当然我偷懒 我写new 忽然瞬间我了解到了 我知道的这件事情 就是 好 一样 这个lat再挂号 这一刻有很多的lat 当名词子句的lat 这个lat后面一样 most people 这是主词 care 这是动词 所以大概lat后面接的都是一个子句啦 那子句就是有主词加动词的 所以我忽然了解到 瞬间了解到一件事情 担心了一年的事情 其实都浪费了 白费了 为什么 大部分的人 只在乎layer on 好 再把这个layer on 背注一下 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and have no time 好 把这个have no 写个 don't have any 我当下 我现在 马上 当然你可以用don't 你可以用didn't 反正anyway 他用的就是一个否定 你可以don't have any didn't have any 那记得不要加恶 是因为太不可数 没有人有空 to think about others 好 这个s一撇 这个s 你先写个等于people 所以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没有s一撇 那你可以选这个 就是people 一撇s 这个时候就要s咯 那这个s省略了什么 problems 这个problems呢 其实被省略掉了 因为相同的东西 不会再出现第二遍 所以他就用所有的代名词来用 所以你可以是others problems 你可以other people's problems 也行 好 再来下面 I could recall all my own embarrassing moment 好 表示你看他的经验绝对 当下的那个时刻 绝对不是只有两件事 绝对超过三个以上 所以我唯一可以回想的 只有我自己 让人家觉得很尴尬的 那个时刻 那这个embarrassing呢 你备注人间ED 东西加NG 修饰的是那个时刻 所以当然没得讲 既然修饰东西 我们就加NG了 所以我唯一可以想到的就是我自己 那种令人家觉得很尴尬的时刻 but even when I try 可是呢 即使我现在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去想 I couldn't remember my best friend 我仍然想不起来 那为什么这里用couldn 因为时他一致嘛 有当时啊 所以前面呢 就不能用can 后面也就不会有can 那我想不起来 my best friend doing anything embarrassing 好 再把这个anything embarrassing 记得哦 加NG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形容词 那这种anything nothing something呢 修饰的一定是 令人感到的时候 我们NG 修饰的一定放在这种 anything something nothing的后面 那这个not at all呢 你可以写个一点也不 我完完全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每个人只记得自己的嘛 所以你问我好朋友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 quisei想不起来了 好 再来now but this story is nothing more land 这个nothing more land 写个仅仅 只是 所以你可以写个only 写个等于just 就再也只是一个很单纯 再也好像不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只是一个a funny memory 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好好笑 让人家觉得很好笑的一个回忆了 it reminds me that 好再把这个lap往后画 一样可以省略哦 我呢 他提醒我那一件事情 i need to be 好把这个me too 写个have to 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叫做carefree 可是什么叫carefree 本来care是在乎嘛 free是不要 免费的 所以carefree呢 你可以翻成要无忧无虑 就是不要太担心嘛 不要太起人优先 他提醒我一件事情 我一样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太在乎 and also wash my face more often 为什么 这样才会打动动 第二个呢 把remind这个字拉出来写 写个remind的一个人 of一件事 我要提醒某人 什么事 一定是先写人 再写of 一件你的事情 可是另外一个 跟他一样用of的呢 叫做ask 你要问某人问题 比较特别 他是ask a question of 一个人 所以你仔细看哦 人的位置不一样 remind的人 of一件事 ask a question of一个人 好 那要补充的地方 来第一个 once on 什么东西 就是某人自己的 那刚刚也有提到的 others 这个sep 记住哦 他指的就是 他的problem 那因为前面提过了 后面就不用再写了 好 再来 remember后面 可以加ng 也可以接去 唯一要记得 只有一个概念 加ng 大概都是做过了 那有to的时候呢 都是叫你要去 既然是去 其实就是还没做 记得 还没 还没做哦 所以呢 就表示你可能 接下来记得 要去做的事 第二个 刚刚讲的 anything something nothing 这种状负荷代名词 记得 形容词 要放在这些字的 后面 所以anything special something different nothing specific 形容词放在后面 好 那再来这个 yong 刚刚nothing more land 你去写个just 或者是only就好了 好 再来下面 答案 就快速给你看了 等我 因为我要把它改一下 第一题 看到答案了吧 第一题答案是 happy 当然你写歌话的 也不算错了 第二题答案是 excited 第三个 upset 第四个 embarrassed 第五个 a huge z red z 而且你看它是红色的 表示刚讲出来没多久 好 再来第六题 那这个叙述的人呢 他其实很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不在身边的时候 所以叫not around 好 再来第八题 他呢 对于呢 那个新的开始 他其实是开心的 因为高热的嘛 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一天 最后一个呢 大家只在乎自己的问题 所以叫their own problems 好 再来下面第一题 下面哪一个呢 最适合这个文章的标题 答案 第一题选c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 再来第二题 答案选 猪 因为他觉得呢 放松了 因为他忽然呢 根本没有人在乎 再来第三题 呃 他的那个好朋友 最在乎的就是那件橘色的衬衫嘛 所以答案选c 再来第四题 为什么他说他教这个经验告诉他 不要太在意很多事情 因为 答案选b 他的问题其实比起来 好像对他来讲世界他了 可是对别人来讲根本是no big deal 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 甚至没有人记得 好答案到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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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